是對於時期 因為尤其是在情感上非常緊密關心的另外一半 那他們可能就是 他們會 他們其實沒有辦法求助 也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他們其實 身心面臨的壓力很大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跟另外一半講做的壓力很大 因為另外一半就生病了 另外一半可以找醫生 可是他的陪伴者 這樣的伴侶 他是沒有求救你們 所以我其實也希望透過這樣的化作 能夠傳達性 不只是關心離癌的人 或是關心不用的女人 其實怎麼樣支持他們旁邊的另外一半 其實是更需要更多的人來關心 謝謝 那其實其實來這個病 從隔道開始之後 他很要面對的是 他要化療 他要掉頭髮 然後他可能要 充足不需要切除 所以他在外觀上其實是會有非常多的感別 那其實 女孩子最在意的就是 我要美 那在生病的時候 其實更在意的是 美這件事情 但其實對 對 我是一個男孩子的 我覺得 女生最美的是 他的效果 他的自信 就是能夠每天 自信的生活 就是 無論 掉頭髮 無論你是不是 是不是身上有這樣的傷痕 那我覺得 這個愛還是一直存在到心裡 我覺得這個是 我們最重要的一件事 那其實像我們打談過很多 女孩的個案 在他面前 那其實對他們來講 他們只要一講到說 當初的我 我發現 女孩 就會開始這樣 對 所以其實不管經歷了多久 那個關卡對他們來說 其實還是 還是一直存在 那其實是 之後痊癒了 再過了 過個十年 但是他們還是會擔心 自己的男人 因為我 又破綻 我甚至這些過程 要重新再來一次 那這個痊癒是實在的 孩子的血液 那個痊癒 非常非常深 所以其實 我自己覺得 痊癒 痊癒